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有朋友想了解LED点屋灯 其实LED点屋灯它的驱动电路非常的简单 LED点屋灯呢,它主要是发一种正白光 也可以做成各种颜色的 普通的点屋灯呢,它是发黄光的 颜色比较单一,相对来说是昏暗一些 另外LED点屋灯它的功率相对于普通的点屋灯来说要低很多 一般是做到50瓦到100瓦 而普通的点屋灯呢,它是1000瓦 而且普通的点屋灯发热量很高 LED点屋灯呢,相对来说它的热量就降低了很多 这个呢,就是LED点屋灯 它内部呢,有1,2,3,4,5,6个芯片 这是一个整流桥 这是一个保险电阻 前边还有一个保险电阻 另外呢,它内部还有一个压敏电阻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220伏,这段是火线 这段是零线 通过保险,通过这个压敏电阻 当电压高于一定的值,比如说280伏 这个压敏电阻就会击穿,使保险烧断,保护后边的电路不会损坏 如果电压输入正常 220伏电压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通过整流桥的正端输出正电压 加到LED灯珠的正向端 整流桥的负极输出负电压 加到我们驱动芯片的D端和电流取样电阻的一端 这时这个正电压通过LED灯 然后通过这儿加到我们单个驱动芯片的内部功率管的漏极 然后通过内部功率管的原级通过电流取样电阻 回到整流桥的负极形成回路 从而使LED灯珠被点亮 当内部电路检测到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高于一定的值 一般是400毫伏 这时内部电路驱动功率管关断 使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下降 当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下降到一定的值 内部功率管再次导通 使取样电阻上的电压再次达到400毫伏 内部功率管再次关断 如此往复循环就恒定了电流 从而保护了灯珠不被烧毁 芯片旁边的这个小电容具有滤光的作用 当芯片内部功率管截止的时候 300伏通过LED灯珠给电容充电 当内部功率管导通的时候 电容上的电压与LED灯珠上的电压 同时通过功率管卸放到地 为电容下次的充电做准备 从而使灯珠不会频闪 这个电路呢其实就是一个横流源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组芯片呢 我们看这么多组芯片都是并联的 并联就是为了加大功率 如果这个LED点误灯不亮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要看保险是否烧断 一般保险烧断有可能是电压过高 使亚敏电阻击穿所以我们要检查 亚敏电阻是否短路 如果短路了换芯再把保险换芯 就应该能够正常工作了 如果换芯以后还不亮 我们可以检查灯珠是否损坏 因为这个串联电路有一个灯珠开路 就会使所有的灯珠都不亮 当然如果这个灯变暗的话 也有可能是单个LED灯珠损坏所致 如果灯珠整体变暗也有可能是有几个芯片损坏 或者是电流取样电阻开路 这样呢 它也会使电流减小 从而使LED点误灯变暗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